5月360 给您全方位的好天气 首先几个天气上面重点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中南部沿海地区 在清晨还是容易会下雨 要留意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不过白天随着阳光逐渐漏脸之后 这些对流也会逐渐减弱 那么山区要特别留意 是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上午的时候天气是比较清浪炎热 提醒大家还要注意防晒 以及多补充水分 从云土上面可以看到 今年的第11号台风南卡 预计未来会持续朝北北西 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 大约在周末的时候会影响日本 所以提醒大家周末前后 要前往日本要特别注意这个南卡台风 就我们台湾天气没有太明显的改变 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上午比较清浪炎热 中午过后在山区比较容易 有午后雷震雨来看一下 在降雨的几率部分 可以看到主要会比较集中在我们的山区 降雨几率有40%到60% 我们东半部也有30%到40% 那么在平地的部分 在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也要特别注意 午后雷震雨的降雨几率也会稍微偏高 那么在高温的部分 可以看到比较热的地方 是在我们北部跟东北部有34%到35度 其他地方则是32%到33% 要特别留意 紫外线仍然是危险等级 外出要记得防晒 以及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低温大约是26%到28%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威热360 我们下次再见